大家好,欢迎收听卧草喵政治 我是卧草的总编萌萌 我是卧草的范 卧草喵政治帮大家每周喵一下台湾重要的政治议题 记得帮我们订阅YouTube频道 按下小铃铛 还有Sounddown,Spotify,Apple Podcast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哟 那之前有请大家填问卷可以抽奖 那这集呢我们感恩回馈 只要是我们的听众都可以在下方的资讯栏 领取博克兰的eQPON 只要登入博克兰的会员 然后按下链接就可以领到咯 呦 你可以把You录进去吗 不过有一个卡点让他可以卡好不好 欧梦你觉不觉得最近其实国防相关的议题还蛮热门的 蛮热的最近 对啊 然后像是在如果两岸的话 在上个礼拜六7月4号的时候 中共的军机就是有限中在台湾的西南空域 又来了对 然后他就是短暂的入侵了我们的防空识别区 防空识别区 ADIZ那个吗 对那我们后面再解释一下什么是防空识别区 对后面再解释就好了 然后反正就是当然我们空军就广播就驱离了嘛 那其实刚刚前面描述的这个状态就是大家常听到的那四个字 就是共军饶态 然后如果是在国内的话海军陆战队他们之前在高雄左营的时候 演讯然后就发现发生了一个意外就是我们的那个国军有 在水上海上的那个交亭犯覆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有失去了两位 几位啦因为后续陆续有几位 陆续有几位吗 那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也让我们意识到说 其实台湾的地形对于军队的登陆来讲是很危险的 登陆做战其实很困难 然后我想说藉由这两个议题就是想要延伸跟大家讨论一些台湾的国防冷知事 然后以及说中国他为什么不去诉诸武力要直接攻打我们 然后是用共击绕台的方式呢 所以这边第一个问题就是 嗯我想要问某某 就是你知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就是 呃国防研究安全所他有一个 院安全研究院 安全研究院 反正他有一个资料就说其实这次的共击绕台是6月以来的第10次 嗯 他飞到台湾周边的空 然后也是2020年就是今年第17次 可是在历年来其实共军绕台最多的那一年是在2017年 然后总共是20次 可是在今年6月已经达到17次了 所以其实频率算是这么多年来蛮高的一次 去年同期新高 屡创新高这样 对啊 那我想说我们其实听到共军绕台 其实不只是军机嘛 其实在海上那种 从渔船 渔船也有 或是一些就是假装成渔船的武装舰艇 对 那就某某就是让你发挥了空间的 共军绕台到底是在干嘛呢 那然后他绕台的范围又在哪呢 因为其实我觉得 因为刚刚前面范围提到那个数据嘛 在近期等于这一年 等于是密度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都要了解 先了解一个前提就是 其实对于中国而言 因为他们的独裁体制的关系 他们必须要做 他们很多的所作所为 在外部人来看可能会觉得非常的不合理 但对他们而言他们最大的目的 其实为了要维稳 就是维持国内民心 或军心的稳定 所以他们这种对外秀muscle 秀肌肉很大的一个原因 是为了要向他们国内证明说 你看我们的这个军队还是很厉害的 我们还是可以去外面绕来绕去 我们这个武汉肺炎 或是我们的经济的衰退 或是什么现在有什么长江的水灾等等的 并不影响我们的武力 所以这种第一个他们想要满足的东西 就是他们要持续秀muscle 让他们的国内的民心稳定 对 那再来其实他们有一个 那个目的是 因为像尤其是这一年半年多来 其实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其实越来越紧密切 不是紧张 台湾跟美国越来越紧密切 然后美国跟中国的关系越来越不好 所以其实几次我们跟美国有一些 比如说重大的外交关系突破的时候 这个中国军机就要来绕一下 对他而言他某些程度也在做暗示 或宣誓就是说 这个地方是我的 你们不要来查 所以他到底是要绕给他们国内的人看 还是也是绕给我们看 绕给美国看 这个其实都是同时进行 但是第一个当然是要给国内看 因为他们国内万一也看到这个消息 会觉得说 哇 我们的祖国是不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或是贸易战的关系 这个国力变弱了 连这个区区一个台湾小岛都保不住啊 如果让他们国内有这样的民心的话 他们会hold不住 所以他们必须要出来就是绕一下 你看我们还是hold得住 还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那同时当然 它的附带效果 就是让台湾和美国也被影响到 对 但是其实刚刚 也许之前也有人提到嘛 就是他们其实真的在绕的时候 也不是真的进入到领空 因为领空就真的是到了领土周边了 他们其实是 就像经过了我们的叫做防空识别区 前面有提到了 那防空识别区其实也竟然是领空啊 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领空 在往外延伸 因为为什么要设这个识别区呢 是因为 因为你想想看嘛 如果真的要打仗了 别人的军机如果已经飞到你的领空的时候 你的部队 你的军机要起飞 要去对抗 或是你要也许飞弹要锁定要把它挤落 都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你会有一个缓冲的区域 就是如果有人进来的时候 你就要问他说 你来这边干嘛 你要通报 那你的身份是什么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什么时候离开 你要怎么走 让他确定他不是 他没有恶意 那所以以中国的状况而言 他可能来啊 然后就爱理不理啊 就自己当自己家来走啊 所以我们必须我们的飞机 我们的军机也必须 因为之前会有半飞 就是跟着起飞 就是好啊你来啊 然后我跟着你在那边走啊 来看你要干嘛 互相要这样互相对飞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如果有敌意的话 随时就可以处理 对 因为你不可能等到最后一刻 他说没有啊 我没有飞到你的领空啊 但是沿着那个边边飞 然后突然全部进来 那你也来不及防御嘛 所以每次 所以你必须还要做一定的警戒防御 共军绕台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整国军也必须要有些反应 就是大家都要提高警觉嘛 对必须都要待命 所以其实那个对于国防的军人的压力也很大 对 但是其实不是我们平常会看到的就是这些警戒 但他们必须都随时要待命 对 那这个其实就是蛮麻烦的 他们除了为了要安抚民心 他们自己的民心之外 他们这样也是在消耗就是我们的这个警戒的这个资源 每次起飞是不是也是要花一笔钱在于 有钱 有钱什么的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也不能不飞 为什么 就是我之前有举过的例子 有点像是 我不知道大家小学或是那种 以前比如说坐那种位置 坐位吗 坐位小学坐位 然后会有那种长的位置是两个人坐 对对对 然后中间画一条线 就是中间有范围 就会打一下对不对 那种感觉就是这样 就是如果呢 就是有人过线 然后你不打回去的话 他就越迟越过去 为什么 然后他就 为什么如果你现在过线 然后你没有打 他就再过去 然后有一天你真的你觉得说不了你打他的时候 他就会说 没有啊 你我之前过线你也没有打 那为什么就是你现在你要打 对 而且会是会是这个概念上对外面的同学而已 就是说 没有啊 他之前不就是站过来吗 那时候你也没反应啊 你现在突然反应 你也很奇怪啊 你之前一开始就应该说不啊 所以每次对方 就有点像侵略了我们的这个 接近领土领空的地方 对 就在边界的时候我们都要提出来 有点像提出康宜的说 哎你不要这样走 你不要过来 no is no 对不对 我说不就是不 你不要随便想要碰我什么的 就是你表达你的态度也是一种 让国际让舆论或让自己的国民知道说 我们的边界在哪里 所以这个是一个每次都要反应 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我想说想要听你分享 就是在海上跟空军跟海军 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作为嘛 像是海军 其实我们常常听到有一些 就是直接跟我们的国军 有一些正面的交锋的事情发生 那个其实比较像是那个海巡跟海巡 跟海巡署 比较像跟海巡署会有一些那个 那个互动 因为其实中国他们 其实在他们的周边海域 都常常做这件事情 就是不管在东海 也就是所谓的 不管说间隔驻岛或钓鱼台的附近 或是在南海 就是南海很多那种岛屿造礁 岛礁那些地方 他们都会用很多的渔船 然后呢 或是一些武装渔船 那其实他们的武装渔船 很多都是由解放军 或是他们的半官方的资源 那个协助的 然后他们就是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碰瓷这个词 你说碰到瓷器的 碰瓷对 他们就是会去 不管其他国家在那边宣称的 主权 不管是海上的领域 他们就是去用他们的渔船去 我就去那边捞捕 我就去那边冲撞 那你的渔船来 我就去闹你 然后或是 或是他们武装的渔船 就是去攻击你 但是呢 如果你 那些国家 包括也许像台湾 或是像日本 或是像菲律宾越南都有类似这样的事情 会回击 然后他们就 啊好可怜哦 哇我们中国又被人家欺负了 然后而且 他们如果 他们打的 有时候打的 因为他们武装渔船 那有时候打不赢 就是会被欺负 然后他们就要 渲染这种效果 说啊中国又在被 国际上被霸凌 然后又刺激这种 国际民情 就刺激这种国内的舆论 但是呢 你如果 其他国家 又对他们这些作为 没有作为 没有作为的话 他们就说 这个地方自古以来 就是我们钓鱼的地方 你们很熟悉 就这个地方 本来就是我们领域啊 我爸爸 我爷爷都在这边捕鱼啊 你们那个时候没反应 你为什么现在要抓我 你是不是看我欺负我 看我这样 有的武汉肺炎 你就欺负我 你是不是看我什么 中尾貌人 所以他无论有没有被赶 他的剧本都已经写好了 都有他的说辞 无论是就是要 这个是其实是我们的 因为我一直欺负你 然后反正你也没反应 所以莫名其妙 我就占领了这块鱼 就是造成继承事实 就是你们之前不讲 现在就我的了啊 然后他背赶 你就说你欺负我 对对对 你欺负我 我之前都在这里啊 那你怎么 对反正他们都会 一样是这样讲 那这样其实在很多地方 都造成了领土纷争 像东海 就是中国跟日本 甚至在台湾之间 就有钓鱼台的争议嘛 对 其实那个剧情就有点类似 他们就宣称 这是我们上古的时候 就有人在这边 有从事经济活动啊 等等 所以应该是我们的等等 而且在南海的话 他们其实做法又更 更多一些 就是很花俏的做法 他们采取那种战术 就是一样 就是用渔船 很多的渔船 很多的武装渔船 然后除了进行这个 什么这些捕鱼的 这些经济活动之外 他们还把 那个藻礁 就是原本只有可能 长潮落潮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土地的 那些灵性的小土地 就是去扩建 什么叫扩建呢 去填海造路 填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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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填就是一个完整的岛 然后在上面盖基地 盖机场 盖港口 但那原本不是他们的 没有 自古以来 那边就是我们钓鱼的地方啊 对不对 你们怎么 这些帝国主义霸权 为什么要来侵占 我们的领土 但是因为就是你如果中间你不去阻止它 它就会不断的就是扩大凝土嘛 但是你每次去阻止它 它每次的一个行为都是那种小小的 好像有点违法又没有那么违法 就是它只能来钓个鱼嘛 它只在那边围起来 然后好像从事一些小工程嘛 但你每次的小动作都不一定是有到 引发战争的那种强度 但它不断的不断的做这种小动作之后 就不知不觉让它盖了一个岛屿 再盖了一个基地在南海 所以其实很多不管是海上空上 都是这种就是慢慢清门塌糊的这种做法 然后你刚刚有讲到就是关于位置的部分嘛 就可以注意到其实在这一次的共军绕台的位置 它其实是在台湾的西南部的空域 然后在这个南海这个地方 那我想说可以也请某某讲一下说 为什么它是在针对南海这个地方做一个压力测试呢 就是台湾压力测试这边是有什么重要的要道吗 大家可以打开世界地图 就是那个南海就是其实就是台湾西南方 中国南方 然后越南东方菲律宾西方 大概这样狂起来这个地方嘛 因为你可以想象如果在很多的国际资源到运输 主要还是通过海运 那这个地方从尤其是常见的比如石油 从阿拉伯半岛要运石油经过 你要如果要到台湾 要到韩国 要到日本的话 要到这几个东亚的算是 不管你说是美军的盟友 或是叫做民主国家的这几个重大的 算经济相对强的一些国家的话 都必须经过南海这个地方 才就是比较最顺的海运嘛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被中国用这种就是慢慢侵吞的方式 宣称说这个是他们领土的话 你可以想象说以台湾为例好了 它可以在那个地方就让你禁运 我不让你进来 那我们很多的资源啊 石油啊物资啊 可能其实没有真的发动战争 它都可以勒住你的脖子 那这更不用说更远的韩国和日本了 他们等于是都会被掐住 而且那个地方本来就是 以前就是大家都可以共同share的一个海路嘛 那中国在那边慢慢的就是一步一步的轻闷踏呼 那其实对世界各国其他地方也都有影响 因为我觉得在理解共军要台这个背后的这些知识之前 会给民众一个小小的想法 这是我一开始不了解这一体时候的想法 就是说他是不是随时会就是投什么炸弹啊 或是说要发动战争的这种嫌疑 那你觉得就是中国出兵攻打台湾的机会大吗 还是台湾的战力有足够就是面对 如果他今天我们以为他又是在绕台 然后就是一个不注意 然后就丢了一个东西下来 那那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是那种非洲猪瘟的猪 或者肺炎那种 病毒 那个可能比较恐怖 我觉得其实大家要有一个感觉 虽然可能没那么直观 但是要有一个基础的感觉 其实台湾的整体的国防实力 在全世界算是前段版 当然因为大家 因为比如说台湾男生有151 很多男生都有当兵过的经验 所以就会觉得就是说 啊靠这个东西是成龟车 然后就觉得说都在这边扫地啊扫落叶 这个东西或许是真的 但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建立在 就是台湾的资讯透明 台湾的就是媒体自由 所以我们有发现这样的事情 我们是可以上网po文 然后分享给大家听的 那这种东西在对外是不会发生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大家要理解的是 台湾的整体军事实力 其实在国际间算相对前段 是前几名吧 因为我们有看到说 它的那个世界排名 在2020年是第26名哦 对有个那个 global firepower的那个评比 我们其实是很前面的 但只是但某些程度是 因为我们周边几个国家 都很强 对啊 因为就会有人说 哦26名收化 可是中国是前几名 那该怎么办 那你觉得这个中国 这个打过来的 但是因为其实防御 在不管任何的战争上 防御都比进攻来的有力 而且其实 之前就很多的 这个学者专家就有分析 包括台湾自己也都有研究 就是如果中国真的要 打过来 我觉得是要定义啦 什么叫打过来 那我们这边只是打过来 但是指说 他们的部队必须要登上 他们的人 man power必须要登上台湾岛 打上来 那才算真的 打到台湾嘛 对 他们必须要占领台湾 那一定要有人 但是其实台湾 因为台湾的海岛的关系 加上我们的周边的海巷 还有地形 所以其实我们台湾能够 真的能够登陆的地方 很有限 因为登陆的话 就是必须要有 那个两栖作战的船舰 要尻到路上 然后要 要其实这些军舰 把人送到岛上 其实非常的少 就有十几个点而已 那这些这十几个点 中国人 中国知道 台湾知道 全世界也都知道 所以大家都知道说 要针对哪里进行防御嘛 所以这其实非常的困难 加上就是 就像一开始讲的 我们在自己在演习作战的时候 就因为海巷的关系 因为临时可能有些大浪 有些风 就会让就是登陆的 我们在演习中 没有 烧火对峙的情况下 就会自己犯不死的不少 其实他们在演习的是 相对选比较平稳的 对就是在以前 相对有掌握的情况下 对对 对都会出现这样的死伤 所以其实 中国要做两栖作战 物理上的攻击 其实实际上 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 我看到这个新闻 其实突然有一种感慨 就说 哇其实台湾地形 地形真的是很复杂 然后就是这种 得天独厚 对得天独厚 然后天生 就是有这个样子的 天生力质 保卫机制 可以帮助我们抵挡 就是所谓真正的manpower 上到我们的岛上 对就是 其实很不容易啦 所以 其实要 真的要 想说要防御的 或许 当然就是物理上 这些解放军的部队 直接登到岛上 这种防御还是很重要 但我觉得现在其实 大家要真的去 防卫的 其实不只是这种 表面上的军事作战 像有些 就是比较 真的大家应该要注意的是 各种 现在有种东西叫做 混合战 因为其实战争的形态 随着科技的进步 也在转变 像我们早期看到 那种什么流血的 然后失去那种 就是什么 绝手绝脚的 那种今次很 很落后的战争形式吗 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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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会发生的事情 但其实战争在 很前面的时候就 隐约的开始进行 那这个战争 混合战 对 所以其实像刚刚前面 一开始我们讲的那些 什么绕台那些事情 其实你可以想象都是 混合战的一部分 因为混合战的重点就是 它是在那种 灰色地带 它没有真的是那种 就是开枪开火流血的战争 但是其实 像刚刚讲 中国在南海 它可能就不知不觉的 它就占领了一块领土 它每一步好像都没有那么严重 也没有人开枪 没有人开火 也没有人因此而死 但是它就不知不觉的扩张了 它就自己盖了一个岛 它就在那边建立一个穷尸基地 那这个其实在 过去的说法就是说 这个东西叫做 这叫做包心菜战术 或者叫沙拉 还有沙拉米战术 沙拉米就是切香腸 取这种奇怪的名字 切香腸 切香腸都有大家在想象 那个画面就是 一点一点一点的去把 去侵略 用台语就是软土生爵 就是软土生爵 软土生爵 这句话才是怎么讲 没关系就是软土生爵 对 就是一步一步吃你豆腐 你看每一步都是 好像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你不知不觉 把时间拉长开来看之后 你就发现 我居然就这样失去了 一大块领土 我居然就有些 法律上的主权的 捍卫的这个说法 就被人家给占走了 对 所以像这些混合战 包括了心理战 舆论战 法律战 都是中国会运用在这个各方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心理战 我觉得最有感的是 就是台湾人会 就是他可能会 创造一个意识形态 或当然也包含我们 可能大部分台湾人 对于国君的认识 可能不够深 所以我们就会一直觉得 今天中国只要 什么发射某个东西过来 我们就一定会输 所以可能也造就了某个心理说 既然我们打仗都会输了 那我们是不是签和平协议 是比较安全做法 其实这也是一种心理战的方式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中国 你一定也希望说 我的打仗 因为打仗的最高境界叫那个什么 不战而屈人之兵 不流血的 对不流血就 统一或是占领对方 所以中国的具备一定是说 我要怎么样 在我可以损失最少的情况下 得到台湾的主权 那打仗太累了 因为刚刚就这样讲 其实要真的攻占 很困难会死很多人 他们自己也有评估吧 对 所以那做法是什么 做法就是 它要让台湾自己愿意投降 那这投降的形式是什么 有一种形式就是 其实在这前几月一年多前 其实大家甚至还有在提 中国国民党甚至还有在倡议 就是签署两岸和平协议 有点像就是 我们承认就是 我们现在只是在内战而已啦 台湾跟对外只是在内战 那我们就签了 我们就同意说我们其实是同一个国家 那我们现在不要打仗了 但是我们都在一个中国的这个框架里面 因为这样的话 它等于中国就得实施拥有了台湾的主权了嘛 那这个做法它要怎么操作呢 因为其实之前大概在两年前的时候 政大的选举研究中心有做一个民调 它其实那个调查其实蛮有趣的就是 它在问说 台湾人到底愿意 如果发生战争 愿意承受多少人的死亡 那那个时候做出来的结果是就是 最多的比例大概三十几%的人 愿意承受超过五万人的死亡 那这个东西反过来说是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两岸发生战争 死亡人数超过五万 那大多数的台湾人觉得不行 那我只好我很宁愿投降 因为这已经超过我们忍受的范围 那这个五万人这个数字它是 跟其他国家比的话是多还少 其实比想象中的高啦 因为同样的数字 就是愿意忍受战争造成死亡的人数啊 我们在台湾五万人这个是有32%的人 愿意接受这样的伤亡 但是同样的数字在美国 是有11% 但美国人口大概是我们十倍左右 所以我们的那个比例其实落差是很大 他们甚至只有11% 我们有37% 对 但那是因为我们是首方 我们是 我们没有要去攻打别人啦 那美国的情境大多数是 投入兵力在什么伊拉克啊 那个阿富汗等等 所以我们在防守的情况下 我们愿意最多是愿意承受万人的死亡 超过大家可能就失去战斗意志了 那中国要做的是什么 中国要做的就是不断把五万这个数字 用各种方法让你往下降 让你觉得说 死五万人太多 觉得死三万人太多 死两千人太多 他只要做到就是让你觉得说 我觉得一打仗我就会输 一打仗我一个人都不要死 那他就赢了 因为你这个时候就是在没有发生任何死伤的状况下 我就要直接投降 因为你死人对方要死人嘛 其实对方也会害怕有人力的损伤啊 对所以说他们要做就是用各种 像刚刚讲的为什么很多台湾人会觉得不信任自己的军队 所以他们可能就会倾向觉得说那我不要死了 因为不打仪会输好 但是一开始就投降了就好 所以各种的包括我们以前握草其实常提到很多资讯站啊 舆论站啊假新闻 其实都在降低这个五万人 他有一个最终目标 对让你不愿意接受任何的损失 你要直接进入到最后那个我们就签和平协议吧 我们就不要打仗了吧 因为我们反正一定输嘛 直接签好了 直接让你进入到那个状态 我觉得简单来讲有点像是降低你对你自己国家的信任度 就是中国人他在降低台湾人对于我们的民主制度的认可 或是我们的国家意识 然后无论他用什么方式 像我们前面讲的绕台也好 或是传递错误的资讯也好 等等的方式 那只要你的 有点是 我觉得这很像自信心欸 你只要没自信你很容易就被攻击了 对就是那个 很容易就屈服 新防就是国防 对你就被突破新防 新防就是突破国防 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的传统的刻板印象 觉得国防就是战争 就是要很多的军机或是很多的军舰 一枪一炮然后慢慢这样谁多谁少 但是我们其实也可以再深度的一点去想 其实人心也是一种国防 对对因为其实像以这个中华民国的历史 或是以国民党的历史而言 他们当初在中国就是因为整个民心失去民心 民心崩溃 大家对他们的对中国国民党没有信心 才会整个之后崩溃 他们其实有军队也没有用 他们有好的装备也没有用 因为没有办法 没有人信任他们 他们的军队对自己也没信心 所以就投降了投降 然后绕跑了绕跑 所以之后才会整个被打到台湾来 对以他们的叙事其实也是这样子 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心防 那国防你有再好的军队和军队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帮助 那这边我就要佩服中国了 我觉得他们在于打造自己国内的民心 这件事情像是下足的功夫 对就是因为他们资讯管控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当然因为台湾很多 大多数男生其实当过兵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自己的军队 有很多阿里布达就是很奇怪的地方 但真的我就可以回头去想 在我们台湾是 因为我们台湾资讯透明 而且你要想说 以台湾你又包括这几次啊 面对各种疫情啊 天灾人祸啊的情况之下 的治理的能力 你觉得像以中国对岸的治理能力 加上他们资讯不透明的情况 你觉得他们的解放军的这些官僚啊 这些夸张的事情会比较少嘛 所以他们当然把自己营造得很炫很厉害 但我相信这个东西在他们内部 这打折扣应该要打非常非常多 我觉得反而是我们透明 其实这很不公平欸 我们这么透明 然后结果我们出来是 对我们很透明 结果我们出来是降低大家对于国君的信任度也好 或者是相信力也好 然后别人不透明 可是他可能发生类似的事情 但是由于他的不透明 导致可能国内的那种 对于国家的信任反而就没有那么的低落 所以我们要有意识觉得说不行 这不代表是我们要 我们让我们的军队完全不透明 但我们要有这个意识就是说 我们是在透明的情况下 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要知道对方是在一个不透明的情况下 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所以其实真的比较想 其实大家要对 相对要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 不管任何的国家是台湾是中华民国 或是中华民国台湾 对我们的共识是我们要抵抗 这个来自外部的侵略 我做完这个这一周的题目的时候 我觉得我真的是有对台湾信心大振 哦真的哦 因为我在不到几天前还是处于一种 我们不是那种中国人吐口水 就会淹没我们的国家吗 他们自己最近比较容易被淹没 他们的大法 但是你会突然觉得 哇其实我们在 无论我们在地形上 就是有这样子的优势 然后我们自己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台湾 台湾人对于我们的民主制度的捍卫 包含我们其实上个礼拜 也有一个调查出路嘛 就是台湾 政大那边有一个调查出路说 我们认同自己台湾人的比例已经高达了67% 对三分之二超过三分之二了 其实我有看到他的那个成长的数据 就是19年到2019年到2020成长 之前有做过那个图吗 对我有做过在第七集的时候 大家既然记得 第七集可以回去看陈韵真那集 我们有针对一开始这个研究到现在做的一个分析 但是今年就是出了新的 又长了 对他这个其实认真看那个图 你可以发现他的成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 是10% 对这今年跟前一个年度的比较 我跟石启生 对不起又讲到石启生 但是我跟石启生在研究就是这个成长速度的时候 其实我们发现上一次这么接近这个比例的时候 是在那个 14年 2014年吗 不是14年是那个 你说成长速度 那个两岸飞弹 对飞弹那个时候 可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对就是第一次总统直选的时候 1996年那个前后 对飞弹那时候有很惊人的成长 然后我们这次也发生很惊人的成长 我觉得这个有回应到我们今天讨论的事情 当年是因为战争的形态 就是有一个武力的威和 导致就是明星对于台湾人的那种捍卫认同 可是这几年发生的都是偏资讯的事情 对就其实那个东西不是 那个所谓的侵犯 就是犯台 不再是用飞弹大炮 对 而是用非洲猪瘟 对 用武汉肺炎 或是用一些假新闻资讯站 让大家觉得说 不行太夸张了 我们跟你们是不同国的 你们怎么会做这么奇怪的事情 我跟你不一样 所以我不是你 你是中国人 那我是什么 然后就觉得 对我就是台湾人 对就会发现我们长得不一样 所以其实真的 中国做越多 我们好像 我觉得好 虽然我们 越觉得不一样 虽然我们现在不是军人 可能我们没有从政 可是我觉得最简单保护台湾人 或是台湾这个领土最好的方式 就是你要对于这个国家是有信心的 有认同 对 你只要一直相信你自己是台湾人 其实你就是为我们这个国家的国防尽一份信力 对因为新防就是国防 真的很重要 大家加油 那这个礼拜我们就是想说 之前都没有讨论过国防相关的议题 然后可以说刚好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分享一下 对 然后我们这次跟博克莱EQ捧的合作都在留言处 你可以点击就直接可以领取Q捧了 然后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 记得我们订阅我们的脸书 IG以及我们的YouTube频道 开启小铃铛 然后喜欢我们的节目 如果你是在Spotify Podcast 或上上上听的话 记得要到YouTube帮我们看一下 还有最重要的 就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你认同我们的内容的话 请一定要定期定额支持我们 让我们做更多更好的内容 好 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啦 下礼拜见 拜拜 拜拜 拜拜